哥罗西书第三章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制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离的、未受割离的、话外人、西谷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照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